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叔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 斗武对阵ZQ的第三局上半场 地图是来到了月亮河 这边是搬掉了余生的邦邦和雕刻夹 这个没有意外 然后大家注意到这边的一个搬位 余生是搬掉了先知 然后前锋再加野人 这个搬位搬出来 我就差不多猜到这边会选一艘红夫人 所以余生的红夫人数量都非常高 其次就是他这边的一个搬位 就是想来保个屏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ZQ是有一个四分的优势 如果说他们能保个屏 队友只要跑一个就能赢了 所以这个搬位包括这一个的选角 是非常非常聪明的 这道阵容对吧 放出机械师你选不选 你选就是一个突破口 上来他我觉得他甚至可能会带个脆火吧 会不会带个脆火啊 上来两个点 祭司加机械师都是可以抓的 然后抓完以后利用自己的防守 只要能在电击点亮之前挂飞第一个人 那么再配合着闪现加上镜像抬走下一个人保平 就算是完成任务了 我们来看一下 果然这边余生带了个脆火 这一手我觉得教练这边的一个安排也是非常的清晰啊 就是来给你保平的 也不跟着说起来来 然后这边镜像坏一个铲子也行吧 这刀阵容有佣兵有守墓 抓一个守墓人的收益不高 你如果说没有单守墓一个救人 或者单守墓配一个其他那种空军那种的话 我觉得红夫人可能还能抓一抓 然后让打一打防守球 但是红夫人打防守球其实没有太大意义 好 这边找到戒施呢 打一刀 哎 这边有反应 但是这个位置没有交互点 一刀带走 两秒钟以后镜像好 机械师这边往哪里走 稍息这边 这个位置镜像一抬 想开车也有点难啊 因为这个位置你开车 红夫人就离这个站比较近的 他直接平向走过去 我们看一下能来得及吗 差差不多 反正到这边就算来不及打一个震慑的话 这边你下车 我跟车 然后实在不行闪现 有祭司洞如果能穿的话 可能后续就要闪现了 没有 娃娃想扛一刀 可以 但这娃娃两个打掉的话 对于穷者来讲 密码机是肯定不够的 那密码机不够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这把余生保平的一个面很大 开局对于穷者来讲 是非常非常劣势 因为这把的话 对于穷者来讲 至少要真一个三跑才够 如果说真的让余生这边保了个平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东旋一定要四抓 BO3东旋一定要四抓 这个压力太大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肯定就 这个局肯定要就 卖掉的话 就意味着是把自己的一个圣局拱手相让 然后来跟红夫人保平 卡半旧而且得 他得卡半旧 但这道阵容 余生这个班位 这边的话 极客这个班位 搬得太好了 把能干扰的全给搬掉了 这边还打了一个佣兵的残影 然后这里好像来的有点晚 卡死就吗 卡死就 这怎么来争胜呢 可能是安排保平了 因为这把如果说卡半旧 卡半旧 我觉得卡半旧是可以的 毕竟他是个红夫人 他们觉得卡半旧 因为你如果卡半旧 比如卡半旧帮帮的 卡半旧雕刻家的 那可能会吃点亏 但卡半旧红夫人的人 我觉得压力不是特别大 这边应该看余生这边 没有想法 余生这边是真的 将保平贯彻到底 我觉得如果说是打排位 他肯定 手上没有闪现 这边肯定是至少 把你的铲子骗出来 有机会闪现 就直接双倒 双倒 打个双倒了 这个双倒打完 红夫人是一个保平真正面 但这边太球稳了 打比赛就是球稳 二挂 不是直接挂飞 都不是二挂了 那球者保平吧 也只能想办法保平了 余生这里的话 看一下守墓人这边 佣兵把他状态摸满 直接传送过来 找后续的节奏 这边两个人穿动 抓守墓人是更好一点的 抓守墓人更好 佣兵四个务必 而且佣兵自带薄命 没有太大的意义 往回看一下佣兵的位置 守墓人这边下板 这套阵容想要打一个三人 开门战都不一定容易 更别说想打个三跑了 那就只能看东悬后续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局不太可能在打三跑了 打针对嘛 对吧 我针对这个守墓人打 然后在密码机点亮之前 一定是可以击倒这个守墓人的 除非余生这边出现重大失误 那击倒了这个守墓人之后 谁来救呢 对吧 佣兵得来救吧 佣兵得来救 薄兵得套走吧 套走以后 我针对这个守墓人打 他不管他过不过半吧 没过半也是二挂 镜向一台 好 这边先打一刀 差一点点 万一打个震慑 这边应该直接切过去 因为这个位置不太好走 直接切过去 拉到脸上 实在不行 等下一个镜向 祭司密码机能点开 用密码机能点开 还差一台一刃机 密码机是能差不多修开 这消耗一个护壁 因为这里的话是有镜向的 但是这边好像想开车走 开车走 上二楼投镜向吗 直接投镜向跟过去吧 这个时候余生可不要贪哪 难道要消耗道具倒是未尝不可 这边祭司守墓人 两个人拉大洞 拉大洞 想把状态补起来 切过去 余生这边是有传送的 这个大洞是在起点 因为刚刚是交掉传送的 所以说是一个名的传送 然后起点这边是有密码机的 因此这边守墓人是不敢 就算是没有传送 其实这个距离往前走两步 镜向也能赶过去 摸应该也是摸不起来的 最终还是击倒这守墓人 但是余兵的密码机是可以点开 点开 球者要针三跑只能怎么样的 我觉得只能是祭司过来救 余兵压密码机 然后留一个余兵能扛一刀的薄命 才有可能 如果余兵来救 我觉得依然是趋向于一个平局 当然余生就是在挂飞机械师以后 中间的那波节奏并没有抓到 球者这边是补给比较好 然后还有祭司大洞什么的 一连串 加上余生这边并不是特别坚决的来追这个守墓人 所以说还是给出了球者一些空间 这些空间怎么说往后打也有一定的作用 就是余兵的护币已经没多少了 这个护币是不能交的 这个护币得留开门战 要不然这个护币如果说交掉了 开门战一个白板的余兵 而且这刀打在余兵身上 待会儿这余兵一刀没 有可能变成一个三 如果打成一个三的话 就是朱雀立于一个不在不败之地了 这边跟着应该是平地打 打完以后进向头带走这边的守墓人 有大洞什么 跟别说没大洞 应该是没有大洞 大洞刚前面一波已经交掉了 没大洞没大洞 没薄命 没有余兵的薄命 应该这样讲 红夫人99%带挽留的 这里余兵现在地上躺着 不要去管余兵 这个管余兵没有太大意 抬经线下唬吓唬你 骗一下骗一下 来骗一手 不着急 这个时候有的是时间 一个余兵躺在地上的 反正他都没阻碍贴门的 对吧 就要他贴了门了 反正这局只要保平的 保平就可以了 慢慢的跟距离上面 应该是差不多了 一刀 差一点点 有双刀应该打不中 继续绕绕绕 招御剑有一说一拖的时间 倒是足够了 但没办法 余兵这边交自棋 这个自棋得交 大家注意到这边 余兵交自棋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交自棋以后 他有一个户币 可以防风夫人一刀的 一刀打一个震射 密码机点亮 余兵这边还想翻道具 密码机点亮 以后余兵直接点门 这里 会不会镜向台 台余兵那个方向 求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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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个镜 好这边带走 余兵门点开 然后祭司 有没有拉个洞什么之类的 或者说两边点门 直接传送 过来找 找余兵 余兵交自棋的 一个户币跳开 那应该回去挂守墓人了 追余兵的话 你别说还真可以追 为什么呢 他如果说 因为这个 当我们上级小知道 他没有户币 当时那个身位 前面是没有交互点 追打一刀 余兵交自棋的 然后我这边 镜向再投回来 找守墓人 有可能能打一个三抓 但是呢 有没有必要呢 我觉得也就这样吧 因为祭司这段时间的 一个拉扯 守墓人这边 拉完了这段时间以后 应该祭司大洞 应该是要好了 余兵倒地 然后待会接一个大洞 把余兵摸起来 估计也有机会 能打平局的 所以余生这边 还是相对来说 这一整一局打下来 可以看到 就是并没有打出 余生以往的那种 就是比较凶悍的风格 而是去向于一个 稳着来的一个思路 这就是应该是 教练组的干排 两边打得都不错吧 只能说就是 上来祭司这边的娃娃 被撞脸了 第一个突破口 第一个找到的是祭司 所以说穷者真的 想要去增胜很难 那我们稍事休想看 双方的最后一局了